欢迎大家回到军武器言的年度巨献,特别节目,数臭福特号 我是Simon,我是Alex,我们的Larry兄有些事务比较繁忙,之后会再加入我们 Alex兄,我们继续讲福特号贵到无论的烂尾楼 上期我们主要讲了它超资多少,大家还记不记得一笔数,现在每一手是130亿 上期有讲过超资号,今期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图是什么呢 这图是政府的文责委员会,每次花钱都要过这个委员会,看你花钱 这条线是什么呢? 蓝线就是一直花钱的情况 黄线和虚线就是在2010年,他们把这个 采购费用封顶的钱,由原先是100亿 然后去到110亿,因为他看着超资情况,他顶不住 好像美国国债那样,当美国国债不断攀升的时候,唯一方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你的债务顶顶提升它就可以了,那是没问题的 是,10%而已都不算很多 这个是其中一次提,大家看到后来去到 13年再提一次,去到12.9亿 之后是17年再提,去到140亿 总之,这个和美国国债是一样的做法 你不用怕会超资的,他会不断看的 即是高了40%? 总共到最后差不多高了25-26% 因为他计算通胀那些数 这件事呢,今期我们讲什么呢? 我们讲一讲就是 我们维莱都要讲回他本身的timeline,很快提一提 之后我们讲一下,就开始讲他的新功能设计 今天我想主要会讲到他的核动力奴 核动力奴这方面呢,之前我们Facebook也出了公文 大家应该有跟开我们都会有少少知识 不过我们都会提一下 至于这个核动力奴,他的实在的输出功率呢 我们等一下就会讨论一下 好,我们先看这张 哇,这张就是他当时 开始在船厂装嵌时候的那张样子 那么 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 这个项目大概是1996年立行 当时叫做CVX 在这个9899财年 就是要付钱做这个研究基金 它原先是叫做CVNX1 大家知道有X那些都是代表军方的研究 是,试验,是 就是试验級 好,后来这个计划就改名叫做CVNX21 代表21世纪的核动力航母 好,当时划出研发 好像B21 对,没错 没错 他当时还有一个CG21 后来就变成这个DDG1000的核武雅特级 是 这个也是烂尾烂得离谱 当然是 那我们说回就是 原先的 原先的立行的时候 他打算研发是给320亿的 采购是105亿 哇,那些美国人真是有钱 传媒以个B来开头 简单点 也不是Million 是Billion 原先预计就是 2015年交付海军入役 2018年就可以开始 常备去部署了 哇,你真是想错你的心 大家都知道 现在都不知道交了几时 现在都没办法 有时间 那说回这个 他前排在2019年尾 他那个处理海军部长 就发光了 他就出了一篇文 就给所有人 当时这个处理部长 Thomas Motley 他又整个timeline 就是说 2021年底 要准备好 所有部署的相关工作 以及强调 这个deadline 一定要提前完成 是不准备的 是不准备的 哇 真的没有了 真的不dead 就是军令狀来的 这个是 不准备过deadline 就像当年苏联打仗 你敢向后退 我就病死你 开枪 是的 就是当时的命运 后面正为开枪 枪斃的逃兵 那说回这个deadline 是怎样的呢 2020年1月9日 他还开了高峰会 就找了一些人过来 就是 召废 召废大会 也算召废的 话说集司讲益 总之就是召废 又车人 又便师 总之就是要你帮人 怕了 快快脆脆搞定 是 所以他今年到现在 暂时都算顺利 3月最重要就是 他那个飞行甲板 认证要搞成什么 我们上次也提过 试一下 试一下 不过很细 好像还没公开 试试试 试试试试 但他现在看起来 也算 即他没再 叫人召废 我想也ok了吧 不然你是軍令狀來的,過此善者斬 我們再說回他很快的時間線 在2006年的時候,他正式將這艘艦命名為USS Gerald Ford 我們看看這位福特號總統 這是1976年,在7月4日獨立日的時候 大家猜猜這艘是哪艘航空母艦 這艘是很具象徵性的 尼米茲嗎? 不是尼米茲,而是更老 企業級?不是K號六多 這艘是Forester Forester 第一代的超級恐怖,不過還不是核毒力 第一代的藍體固定了 不用再改 不用再改 省了很多錢 你做一次之後就不用再改 是啊 好 那 當時的成建章其實是Northrop Brumman 總之他商業操作後才變成Newport News 其實也一直在Newport News做 但當時Newport News的老闆就是Northrop Brumman 現在Bumman也有股份 不過很多人都放了給別人 現時的老闆叫Huntington Ingalls 總之所有的美軍航母都在這裏做 中期大修全都在這裏 但是快要自一家 超級航母只似一家 對,只似一家 如果想打仗炸航母其實可以炸這裏 所有航母都不知道怎麼辦 是啊,回不了家 這張就是2013年1月26日 就開始放藍島 亦都是我們去年年初提過 就是CVN-79 John F. Kennedy也試過 他們叫做維桿塔 總之放藍島的時候 要將一些紀念品放在藍島下面 將它燒汗變成船體一部份 即是摘住它 對,即是摘住它 這個是當時放藍島的情況 這個就已經看得出這個藍島 是很低色的 跟以前尼米茲級的那些相比 天和地相比 原先大概是三分一左右 還有沒有了雷塔塔 以前後面還有雷塔塔 對,對 對,對 現在很多就收了在藍體下面 其實是 即是飛行甲板下面 也有很多收了下去 對 好,這張就是當時正式放了下來 這個艦島有幾重呢? 是555噸 相對很輕 當然還沒有放東西 但是我猜尼米茲那時候也要1000噸 起碼要700-800噸才可以 放完這個之後 去到同年2013年的10月 就裝了這個4架30噸的螺旋掌 裝完之後基本上就是全艦完成組裝了 完成組裝之後 整個營出之後 就可以去這個 準備下水禮和裝你實際的作戰系統 這個萬人空巷就是看她這個下水 這位就是當時福特總統的女兒 Susan Ford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總是坐一輛車 你這個香蕙一定要搏爛 你搏不爛真是全艦保利大 到她下水之後呢 實際上交付美軍是什麼時候呢 她下水是2013年的 所以原先是2015年交給海軍入役的 但是問題呢 如果2015年交給海軍就是奧巴馬做入役儀式 對 但是問題是因為電池彈射 比如說你先進爛左索系統 她一直拖到2017年 這就大Q了 2017年5月那張才交 伏了翼都未起飛到飛機 哈哈哈哈 那2017年交船之後呢 嘩 這個 我們的驚世 蟹族的特朗普總統 嘩 變了他來拿這個彩 他很high的 他覺得這艘艦 他覺得這艘艦很威風的 但他經常覺得太貴 當時還說什麼 要改正氣彈射 我想海軍的人都當他傻 他當他不懂 大哥 你弄好了 你還要改正氣彈射 你的腦袋沒有東西 不行 回不了頭了 回不了頭了 這些就是美國愛國教育最擅長的 拍照 這個Marine 1 就是美國總統的 專機 這艘艦 提起一點很快 這艘艦是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雖然美國總統的飛行座架 包括V22魚鷹 但是總統是立法規定 不可以坐魚鷹 為什麼 因為還沒有穩定 不是 魚鷹其實非常穩定 但是魚鷹有一個問題 魚鷹設計上沒有包括了 萬一撞機的時候 他有一個防撞求生系統 哦 就是要把整個總統包起來 魚鷹是沒有的 所以現在立法規定 美國總統只可以坐Marine 1 OK 今天MV22要做什麼 FIRST LADY坐 OK 還有幕僚也沒有問題 那些東西掉了就掉了就掉了 OK 好 到他正式入役之後 有些好笑的東西出了 入役之後 政府的監察那邊就開始出報告了 就說什麼呢 就開始炒他了 那炒他什麼呢 我只要讀一句大家就知道 這是2015年的報告 4 class aircraft carrier lead ship began construction with an unrealistic business case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你這架東西還沒搞定 計好多少錢 你就開始炒 所以大家想學一些反義詞 哇這些報告真的好 這個第一個堂的詞就是 unrealistic 即是你根本是沒有可能做到這個 你原先的預算 那他又沒錯 的確是超級離譜 這些公司裡面 省人的口吻來的 這些省人完全不留情面 首先這個是unrealistic 這個不是政治上用字 這個是商業用字 真的是 完全是商業用字 而且非常之道 point 當時下水之後 海軍的report就說什麼呢 我們有12項新科技 我們當然會做韓國的 有10項已經成熟 全部都可以用得 剩下什麼呢 剩下就是這個 先進欄左索 和它裡面的 船上的Defense System 還沒用得 最重要是 難左索 飛機還沒飛到 航空艦沒有飛機用 對 大家都知道 之後這個時候證明 是胡亂說 其實 他說12項裡面有10項用得 其實12項基本上都不用得 對 因為少了一樣 基本上就用不了 它最好笑的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他們後來測試發現 最好笑的一件事 這個電力太強 和太多磁場 它會有電池干擾 對 因為所有東西都用電 轉換了 以前的機械 一轉換了 電 有摩打 有銅線圈 就會發出高頻率 對 所以當時作戰系統測試 有大量的電池干擾 在裡面 他要想辦法再做 shielding 對 他所有線都要做 美國海軍 驚此 基本上 順利一成都雙眼失明 對 因為整艘船是金屬 不同大廈 石屍吸球 這些全部都是 他都有用複合材料 但是你想想 他的電池其實是很厲害的 他的電力是很難以想像的 等於一個小型城市的電量 是啊 我們看看 高利米之級多少